第三季是传统的淡季 但是随着钢价回升 法人认为东刚9月份的钢筋出货量 有机会比7月份8月份大概回升一成左右 第四季法人认为在旺季的效应 还有钢价增温的力多加持之下 预估东刚第四季的营收会优于第三季 而且应该有机会攀上全年的出货高峰